动脉硬化之前会有什么信号呢? 如果动脉硬化的话饮食方面应该要注意哪些呢? 一般在患有动脉硬化之前都不会感觉到任何的明显症状,所以很多就因为这样耽误了病情的最佳治疗时间。 因为动脉硬化的早期都没有办法察觉到,只有到了动脉硬化严重的时候才会发现身体都不适,会出现一系列的不良症状和反应,比如头晕恶心,四肢无力,记忆力下降等症状。 发作的效果因而异,尤其到了动脉硬化的晚期。 很多的患者可能就会出现心肌梗塞、高血压等疾病。 除了需要长期服用相关的药物,就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够彻底的治疗。 但是在动脉硬化的早期还是会有一些症状来预警身体呈现出动脉硬化的。 1. 头晕、头痛 如果一个出现动脉硬化的症状,在早期的时候很多的动脉硬化患者都会感觉到头晕和头痛。 特别是动脉硬化的患者在进行剧烈运动以后会感觉到头特别的晕和疼痛,如果一些情况很严重的患者可能还会出现恶心呕吐的症状,甚至连走路都走不稳。 2. 而且如果动脉硬化不及时的控制和治疗到了晚期的时候呢,患者可能会出现眩晕和吞咽困难这一系列的不良的症状。 2. 注意力不集中 2. 患者在患有动脉硬化早期的时候,还会出现学习和工作力不从心的状态。 3. 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好好地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只感觉到身体状态越来越不好。 4. 对于很多事情都表现得十分健忘,想要去记住却总是没有办法好好记住。 5. 而且老是觉得自己记忆力越来越差劲,思考很多东西总是想着马上就忘掉。 3. 失眠 4. 动脉硬化的早期症状还表现为出现失眠的症状,患有动脉硬化的早期患者没有办法马上进入睡眠的状态。 5. 而且患者在睡觉的时候觉得自己的睡眠状态特别的差劲,因为总是在白天醒来以后老是感觉到精力衰竭。 6. 睡眠特别的浅,一点点风吹草动就能够吵醒,并且患者的情绪会突然之间变得异常。 4. 情绪难以自控 6. 动脉硬化的并没有办法好好的把控住自己的情绪,莫名其妙的就去感觉到十分的不开心难过特别的低落。 6. 但是在有时候又突然觉得特别高兴又不知道什么原因,经常这样的话还很容易导致一个的神经出现衰弱的症状。 7. 如果一个突然发现自己出现了以上的这些症状,必须要去医院进行救治,做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这样才不会延误了疾病的治疗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